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6年开始就传出小S 也就是有着演艺权才女之称的徐静了 要翻拍这一部动漫作品的 只是这么多年过去的 这部同名作品却一直没有出事 不知道是已经在拍摄中 还是有着什么原因停掉了呢 搞笑的是 真人版翻拍没有出现 众网友们反而表示深呼了一口气 纷纷表示 如果一人之下被拍出来 估计会惨不忍睹 为什么这么说 其实网友们是有道理的 而且这个理由很充分 就是就算不怀疑徐静磊的本事 他能拍出比较好的作品 或者说能处理好剧本的实际表示 但是宝儿姐谁来演 谁有能言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宝儿姐就是一人之下的精髓 电影拍得再好 剧情处理得再合理 如果宝儿姐这位大拿你找不对人 整部剧也就会失去颜色 随之大打折扣 有网友就笑称 饰演冯宝宝的演员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缺一不可 人长得漂亮 身材还要好 身高不能太高 但绝对不能矮 有点傻 还得有点呆 但是是那种萌萌的呆 这些还好说 关键是宝儿姐的糕 这一嘴洋气的四川卦 又有谁能办的呢 徐静磊是不是没找到 这样一位合适的人选呢 哈哈 大家对一人之下翻拍 为真人版有什么看法呢 或者你觉得谁又有这个能力来饰演冯宝宝呢